到部分B了,一個月內有200件貨物需要運送 對於每一件損壞的貨物,如果經綠路的話就會有10000元的賠償 經水路的話就會有7000元的賠償 問我們在那個月內的賠償期望值是多少 我們說80%是經綠路運載的,所以會有200乘以0.8的貨物是經綠路運載的 經綠路運載有傷害的話就會有5%,所以會有0.05 每件經綠路損壞的貨物就會有10000元的賠償,所以會有10000元 就是這樣,然後再加200乘以0.2,再乘以0.02,再乘以7000元 下面這個就是經水路有損壞,然後賠償金額的期望值 所以這個按一下就可以了 就會是200乘以0.8乘以0.05乘以10000 再加200乘以0.2乘以0.02乘以7000元 所以答案就是85600 就是這樣 我成功做了拍B 有數字幕做的 數字幕做sna-十字幕做的 我們現在的支持